就是潭湖啦 对 后来发现人其实 这次家居然开好久 今年集成一拍即合 去年七星活动 进了200位单身贵族 今年暴增到300人报名 主管那位整合了大家的要求 金票细选32位 女生的身高160公分 男生得符合年薪标准 男女择偶条件 感同 但有上路的不是大家大单会讲 先选一轮增加配对成功率 尤其科技公司主管最抢手 主管那位统计 男生35岁就想要赶快定下来 女生担心变成高领产妇 更敢主动初级参加离仪活动 造成年轻化的趋势 不过国内女病男多 有性别比例失衡状况 男性找对象真的比较容易吗 现在已经比较多了 就是她宁愿一个人才不会叫她 我觉得这情形蛮多的 现在生活促使爱情状况普遍 在附入结婚礼堂之前 而且男生现在很多 又没有找外配 所以现在也有女生越来越多 人家那么大 高雄七报也震到了 有个人跟夜街 台湾越是一个重男级 我讲啊 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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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打消了退房面头 也退掉了请人节的套餐 不想在悲伤的气氛中 庆祝情人节 而另外有家饭店 则是将民众退掉的房间 转让给受灾户使用 和民众一起共体时间 请您享受情人节大餐 一口牛排 一口水晕石的好热门 不过高度平均前的景点聚爆 似乎影响到了一点点过节气氛 也有影响 也不会有人去住啊 那你 就 大家过节气氛比较低 因为很多就会练习比较出啊 很沉浸在背上的持续的 也情侣干脆不过节了 也有人除游禁止打受影响 担心载爆 还在市营运的WO饭店 评论电话就不断 大概关心的成分比较多啊 大概一小时有 大概五六通游 有个犹豫不过灾 明确是早早就入住 两人四人房饭店统统免费提供 而高雄的国庭饭店原本假日 也是满满的住房率 现在退了时间房 但是饭店有定义指导 取消地方的房间数 那再加上一些原本可以挪用的房间数呢 那总共提高出来了 我们是提免免费给受灾的运务区处 高雄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气氛世界 也让饭店业者在情人节 这个财迷上成了另类的守宅户 记者宋文娟王一玉 我算应该半个月我一次就 这变成说他们要去跟正常高雄视察 不知道医院探望受伤的警消人员 开放学校礼堂或者是什么 现在居家的时间学生没用到 上午找到遗体的林玉清女儿 因为不满爆炸过后父亲失踪 她打了很多通的求救电话 却不断被转接甚至还被挂断 让她必须要自己寻找父亲 气得对总统大骂 跟她一起教众 当时是只要我 会给这样子 您认为我们是正常大骂 我会给这样子 林玉清的女儿大喊凶手 是